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且观点犀利 间接独到 受到中外网民的关注 视频播放量在短短一年里就达到两亿多次 香港修理风波以来 内森里其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并频频发生 其反对暴力有理有据的视频节目很快成为网络热点 非政府 警察 为网络的语言 在得到众多网民支持的 李奇也遭到了反对者的威胁 内森·李奇2012年 他因出差首次来到中国 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许多认知都是错误的 中国的原因是 在2018年内森李奇开始制作关于中国的网络视频节目 由于他爱吃火锅便起了一个中文网名叫火锅大网 他努力弥合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息鸿沟 消除关于中国的谣言和误解 在李奇看来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在英式教育中长大 并深受西方媒体的影响 从而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 以其希望他制作的视频能够点醒那些激进暴力分子 为香港的和平提供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